大家好我是超客7 喜歡吃雞雞 來就知道誰沒吃過雞雞的 我在當下 天天做愛 體力是真的可以天天嗎 我沒有辦法天天 如果我沒有在工作的話 應該可以天天 可是會稍微 稍微變換一下形式這樣 就譬如說有時候我演那個 譬如說我好像也很類似演那個 色情按摩師傅這樣 可以 可以 對啊 跟兩個這樣 阿本唱流感情 自嘲摟牛吃嫩草 尺度超開 夏和熙耳朵快出現 演藝圈第一美男之稱的 歡迎阿本 哈囉 大家好 我就是美魔女阿本 我就是內湖陳美鳳 謝謝 台中林志玲 哈哈哈 42歲的動靈男生 阿本做客夏和熙人物專訪 不只大尺度唱流感情 也分享從目前轉幕後的心得 我離開演藝圈7年半了 然後回來還不是如魚得水 對啊回來 啊 算超多耶 沒有啦 一點點而已 可以生活而已啦 但是回來還是很自在啊 大家太糾結在收入啦 或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瑣事 天哪 可能有的要賠償 然後有的要醫藥費 有的要怎麼樣 我賺那麼多錢 我本來想說 我是可能拚個10年20年 我把這個房子的貸款賣 還完 我就好好來過一個清閒的生活 就誰知道會發生這件事情 你可能錢都會賠進去我怎麼樣 所以這些事情是你沒有辦法預料的 所以導步你至少在你有的時間好好的過好自己想過的生活 所以你今年的春聯就是寫活在當下四個字 這樣 然後天天做愛 體力是真的可以天天嗎 我沒有辦法天天 如果我沒有在工作的話 應該可以天天 那現在次數大概是 那一週一兩次這樣吧 可是會稍微 稍微變換一下形式這樣 就譬如說有時候我演那個 譬如說我好像也很類似演那個 色情按摩師傅這樣 可以 可以 對啊 我跟你講因為 忽然聊一些別的話題 因為做愛這件事情也是 有點累 就是 所以有時候可以互相轉換一下 不用兩個這樣 我先問一下你 為什麼忽然可以大聊這件事 我就是像剛剛講的 因為我以前就是男偶像 男偶像 如果我在那裡大聊說自己喜歡吃雞 還可以大聊說自己喜歡吃雞 忘這樣講吧 好衝擊 大家好我是超客氣喜歡吃雞 不行吧 我要瘋了 就 對啊 什麼 對啊 大家認真聽這段很重要 像我男朋友他29歲 他就很 你說現在29歲 對 你現在 老牛屍嫩潮 所以你大他一輪 29 對我大他一輪 對 可是 我在感情上 有時候有點小幼稚 所以他是相對在某些層面上 比我成熟 所以才可以互補 對 可是當然聊到工作 或是一些社會經驗等等 那個我就可以分享一些 我當主管 或什麼處理事情的方式給他 我是真的那種 如果現在有業配感情這件事 我是before跟after 就是落差超大那種的 就我before就是一個 台灣小情婦 我就是 非常非常專情 只要有談戀愛 我就是 絕對我的世界只有他 然後全部所有事情都圍繞他 可是相對來說 我也會很想 控制他的所有事情 我會看他手機 然後做很多 很瘋狂的事情 那現在after 我就是一個 金氏媳婦的路線 就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你在感情這件事情 你一直在付出 你不懂得對自己好的話 他絕對不是一個很平衡健康的感情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在感情上 都要學會 怎麼樣的狀態是你最自在的 怎麼樣狀態是你最舒服的 然後你們兩個說了算 其他人都不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